关公走麦城故事概况 建安24年10月 江东大将吕蒙趁关羽和樊城守江曹仁对战之时 进行偷袭荆州 攻占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 关羽两面受敌 急忙从樊城撤兵准备回江陵 在途中驻扎于麦城 吕蒙使用分化瓦解的策略 让关羽的将士无心恋战 并且离开关羽 关羽孤立无援 但是不放弃麦城 孙权派人诱降关羽 关羽假装投降 在城头立番旗 假作军事 自己趁机逃走 不过只有十多起跟随 孙权知道关羽逃走 变派诸然 潘章断了关羽各路 在邻居捉获关羽和关羽的儿子关平 并且将两人处死 关羽死后 正在西川的刘备感觉到了不安 不过此时刘备并不知道关羽死了 一天夜里刘备正在读书 突然心中难受 坐立不安 隐约看到灯下有人 而这人便是关羽 刘备便问 贤弟别来无恙 夜深至此 必有大顾 无语乳情通骨肉 因何回避 关羽哭着说 怨凶起兵 以雪地恨 之后关羽便消失不见缩影了 刘备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这是替关羽搬救兵的料花感到 向刘备说了事情的经过 刘峰和孟达不去救援的事情 刘备大惊 忽晕在了地上 而得知关羽被害的事实 刘备一心想要帮关羽报仇 没有几日 刘备不顾众人反对 将蜀汉全国兵力75万 召集要讨伐东武 不料张飞在营中又被杀了 两个要好的兄弟相继离去 让刘备已经是失去了心智 75万大军就这样一路冲向东武 但是最终战斗已失败收场 王忠战死 75万大军全军覆灭 刘备也病死白帝城 蜀国元气大伤